古言市场什么题材最吃香 肯定复仇重生爽文女主占据大半江山 重生后欲神杀神 欲鬼杀鬼 从地狱爬出来的修罗 势必要让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付出代价 简直不要太呆感 真的很很哀了 我们甄嬛首先就是大女主的巅峰复仇女主 而同样是恶女复仇 却各有各的不同 把他们这几位放在一起看 查举出来了 到底谁才是爽文复仇女主的操屁呢 从长相外貌看 周也在为由暗香来饰演的是恶女华浅 她的妆造清新淡雅 眉目间又有划不开的傲娇和蛮横 可谓是不靠妆容 也实现了自己的黑化 周也的面部线条流畅 骨骼感明显 躺下坠肉都不会往下掉 面部留白恰到好处 五官精致 鼻子小小高挺 这张脸对古装的适配度很高 风格多变 让人不会出戏 顶住小白花的脸 却演恶女 反差感拿捏了 越是简单的妆造 对她越是不加掩饰的修饰 真美女 不需要过于华丽的装扮 我真的get到了周也的眼 太好看了 再看五锦炎新剧 墨语云间饰演的江离 她是顶替别人身份回去复仇 33岁的五锦炎 颜值已经不能和巅峰时期对比了 面部有些凹险 平整度不高 而且眼镜部分有些凸 导致她现在长相像一个急娃娃 虽然她的五官长相精致 小扇形的双眼皮 但是我有些get不到她现在的颜值 不能说惊艳 但也是特别舒服的长相 面相有些不好惹 属于带似的长相 引起复仇女主会更带感 一副我不好惹 别来着惹我的感觉 这样的五锦炎 对天对地 带着她身上那种静静的感觉 重新杀回来了 举锦一载华坚令 也是属于重生复仇 她是为了自己报仇 属于换脸复仇 她前期的上官纸真的好经验 一身黑红色的裙子长摆 气场十足 加上美颜动人的妆造 泼墨的秀发 白到透亮的皮肤 天生一副恶女扮相 缝屁的神经状态 让人害怕却已不开眼 虽然她十分在意自己的偶像包袱 但不得不说是好看的 这种恶女扮相很适合她 那个镜真的被她拿捏到位了 又美又坏 让人恨不起来 从演技来看 周也之前在《少年的你》 饰演未来的时候 让人一战成名 她的眼神戏真的很出彩 极具压迫感和挑衅 让人不寒而栗 她的恶女重视的还是眼神戏 眼神不是空洞的 一个样头 挑衅的眼神 这个眼神让我有种被霸凌的感觉 不看动图 就算单看图片 也能感觉到她的冷脸和不耐烦 这种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垃圾 圣女女主在恶女面前 真的是彻底输了 恶女真的是周也的舒适区 她演戏真的有天赋 能把一个坏人演得让人恨不起来 反而还很喜欢她这个镜 好像侮辱歧途的小孩 坏也是有理由的 演恶女的周 也比演傻白甜 更让人疯狂心动啊 吴景妍在演戏攻略的魏英洛 对天对地对空气 该天真是天真 该狠辣就狠辣 牙字必爆 脾气爆不好惹 如果单单是这样 魏英洛的人设是粘不住脚的 她对待复衡又会显得倔强心软 也会流露自己的小心思 就算跪遍紫禁城 也不承认没有挨过她 她的魏英洛能成功 也是因为演技 恰到好处 不浮夸不低调 那个精体悟到了 但有时候 她也经常用嘴巴演戏 这也是一个问题 吴景妍的演技在现代剧里 好像被夺售了一样 不仅尴尬而且坐坐 让人很难喜欢 但到了古装剧 就好像欢了个人 古人仪态和智慧都拿起来了 她的眼神里是有东西的 同样的一个镜头 杨超越美则美意 但眼神很空洞 吴景妍满是遗憾落寞和委屈 眼神里全是倔强和不服输 想坚韧的牙上草 举景一饰演的前两集 《恶女上官纸》 真的风批又心颤 她虽然是笑著的 但笑意不达眼底 但不能对比 和同样饰演杨采薇的 正和惠子对比 差距出来了 眼底的情绪不一样 一个质问 一个担忧同况 一个像古人 一个像美妆博主 脸蛋刷白 在意自己的每一个角度 她的演技虽然不算差 也算不得好 用眉毛嘴巴演戏 眉飞色舞 小动作太多 古灵精怪变成了多动症 外形不错 但演技不行 恶女赛道惊艳 她却放弃了 去演了个小白花 有时不得不感慨 俞正真的很聪明 看墨语云间和花杰令 虽然剧情设定不同 但是女主角 一个换脸一个顶替 大体相似 但播出效果却完全相反 花杰令客串 用了正和惠子 女主角是居静一 偏偏正和惠子 前期对女主的演绎 更深入人心 相比之下 后期换脸成居静一之后 角色前后反差过大 再加上 四千年不走心的 浮夸演技落了下场 很多人就无法接受了 俞正的聪明之处在于 用演技较好的吴锦岩来替换 长得更漂亮 但演技稚嫩的杨超越 本来讲理这个人设 如果杨超越演技 在差点更能衬托吴锦岩 但现在杨超越的表现 明显超出预期 于是就成了一种双赢局面了 看来恶女赛道 不是谁都能驾驭的 不能看起来就坏 要无辜纯情 看住要可怜 出手要狠辣 这才是恶女 轴野的外在 在我看来是最适合恶女的 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 吴锦岩是和沉稳的大女主 背后耍些心机 居锦岩是和摆在明面上的坏 看来演员选对赛道 真的很重要啊 说到恶女 小编就不得不提这两位了 1.月奇罗陈瑶 月奇罗有多美 当他用那双水汪汪的眼镜 看住你的时候 张显宗惊艳了一声 为此甘愿为他驱使 甘愿把七个姨太太奉上 让他吸食 又甘愿掩护他逃走 被无心烧掉了身躯 陈瑶饰演的月奇罗 比原著小说里更立体 更好看 他饰演的月奇罗 是一个小脸性眼 樱桃红唇 如墨长发 漂亮至极的小女孩 不过看住是一个 单纯美好的小姑娘 可是镜头一转 就是邪魅一笑 冷血无情 眼神中充满了野心 和杀气的反派 根本不是十几岁的小罗莉 而是几百岁的老妖精 至于月奇罗的狠毒 更是令人发指 男主角无心被他困在井里 他还到处吸人惊气 原著中女主角月牙 被月奇罗虐杀 月牙的胸口被刺穿 脸被划花了 关节全断 电视剧当然没有这样拍 不过月牙 确实死在月奇罗的手里 要是换成别的剧 女主角被恶毒女配杀掉 肯定被观众恨透了 可是月奇罗 却成了观众的心头爱 不光称呼他为老月 还各种心疼他 也把女主月牙的光芒 完全压了下去 尘妖的月奇罗太经典 又太好看 确实把观众打动了 恨不得化身张显宗保护他 诗上载无掌显宗 无人爱我月奇罗 二 蒋玉燕杨雪 蒋玉燕是小月 与华无缺中原创的人物 可这个顶住空气刘海的女人 居然把人杀得只剩下剧名 不少观众都觉得 蒋玉燕才是女一 在她面前 原权 范冰冰都失去了光芒 蒋玉燕虽然坏 但却是被人心疼的女配角 不过说真的 当年看小月与华无缺的时候 真的以为她才是女一 这部剧都可以叫蒋玉燕传奇 蒋玉燕从一开始其实身世非常悲惨 武功几乎没有 作为蒋玉和的私生女 得不到关爱 还被卖到青楼 因为花无缺伸出援手 便爱上了她 悲惨的经历 加上后来父亲的伤害 自己的嫉妒 让曾经那个单纯的女孩 变得心狠手辣 这个恶毒女配最情心脱俗的事 好像一直对花无缺痴心不改 却在花无缺说 你还会有三千后宫的时候 大方承认了 这绝对是大女主啊 一路打怪升级 摆脱狠毒继母 杀似借鉴 即便身处身宫 逢生鹤立 也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她联合小圆 华无缺等人克制刘玉 同时又与刘玉结盟 反过来对付小圆 华无缺 欲奔相征 羽翁得力是她 螳螂不缠 黄雀在后裔是她 最后爬上了女皇的位置 扮演江玉燕的杨雪 绝对是清澄美色 连杨影都被说是 按住杨雪的脸整的 她的黑化妆容 也没有很夸张 完全是那一双大眼镜 向上走的眼线 迎起了眉毛衣而已 这也都归功于她的眼计 这种女性 终极反派打Boss太少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觉得还有谁 适合这个赛道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